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开始天气变得有点不一样 最主要就是受到封面于西南下的影响 那么目前这个封面 地面封的位置 已经来到了琉球附近的海面 但是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话 一方面是受到封面后方的东北封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比较中高层的大气 这边还是有一些浅薄的云气 在影响我们台湾 所以今天晚上的话 北部东北部 尤其是新竹以北 一直到宜兰的话 这样几率都还是比较偏高 那么这次东北风的话 虽然增强 但是还没有影响到苗栗以南的地区 所以在我们中南部地区 天气仍然是相对比较稳定 至于第12号台风 这个白海沦目前在日本东方海面上 会持续的往北边来移动 那么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 明天的话风面云气已经通过我们台湾 预计水气会有稍微减少的这个趋势 整个北部东北部的话 虽然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但是降雨会稍微缓和 一直到礼拜六的这个上半天之前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 礼拜六的下半天到礼拜天的话 会有一波这个水气 从中国的南方往东边 移动来到我们台湾的这个附近 那么同时这个时候 还是持续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一方面北部东北部来说 天气仍然是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 云量比较偏多一些 尤其是礼拜天开始 到礼拜一的时候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中南部的话持续是比较没有受到 这个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仍然是比较稳定的这个天气 那么温度的话 也因为受到东北风南下的影响 把北方比较凉的空气给带下来 所以温度北部要稍微留意一下 在未来几天会稍微比较偏凉 尤其在这个礼拜六之前中午高温 这个热的天气稍微缓和 大概只有27到29度 低温大概在23到24度 所以早晚的话是比较偏凉 大家如果外出 尤其是这个骑摩托车的话 稍微留意一下 添加这个包长袖或是外套 南部是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低温大概27到28度 中午高温仍然有大概31到32度左右 那么下雨的区域范围的话 预计外几天就是北部 东北部跟东部降雨期率是比较偏高 中南部最主要是山区 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的雷震雨 那么可以看到礼拜六之前 就是局部短暂震雨 礼拜天的话因为水系量稍微增加 所以可能局部地区 雨时会稍微变得比较明显一些 礼拜一的话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因为翩翠这个偏东北风到东风 所以不止北部东半部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整个天气的一些转变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天气的话 依据是这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 降雨期率还是比较偏高 中部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空气品质 那么明天的话 北部的这个天气会稍微好转 但是云量还是比较偏多 偶尔可能有看到阳光的这个机会 但是山区的话 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可能还是有一些偶飘雨 那么东半部的话 降雨期率还是比较偏高一点 那么云量也都是比较偏多 中南部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南部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空气品质 甚至中南部的扩散条件都不是很好 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受到封面跟东北风的影响 今天晚上到明天 北部跟东部还是一个 鱿鱼转凉的这个天气 提醒大家添加宝藏袖外套 那么中南部天气虽然稳定 但是空气品质可能不是太好 敏感族群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来看详细的天气族群